。 he,theiminator 嘿!低球,刚好你在这儿 来帮我们评评理 什么事?怎么这么多人在这里? 你看看,人类真是太过分了 竟然在雨玲楼乱砍漱漱 又烧掉我们庭院的小花小草 还有这空地也不是人类的 是大家的 怎么可以霸占来种你们的摇钱树 哪有 我又不是只有砍东西烧东西 我还是有种一些植物 一片绿油油也很美啊 你说什么 等一点等一点 有话好好说 我身上的绿色怎么变小了 原本那些树木 都是我们蓝星社区才有的 你们这样擅自破坏 栽种自己要吃的作物 不仅让原本多样的景色消失 也让红毛猩猩 树狼这些好邻居都气到搬走了 真的也都搬走了 就是因为你们人类的行为 让我们少了上百万棵树 而且你知道雨林的大量树木 可以行光合作用 帮忙储存很多的碳 这样天气才不会这么热 现在因为树木的数量大减 雨林开始逐渐丧失 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 反而变成二氧化碳的制造者 从受害人变成气候变成的加害人 讲碳都跑出来了 温室效应更严重了 我们都热爆了 对耶 天气热到我都快融化了 人们可以帮助大家吸收二氧化碳的健康雨林 今天被搞成这样 都是因为人类的关系 你们给我负责 对 没错 你们人类要负责啊 北极熊这边也出了什么问题吗 唉 我们这栋楼是冰做成的 但是你们人类乱砍发雨林楼那边的植物 每天又要用电 又说要拼什么工业 发什么大财 搞得现在整个蓝星社区的温度都变高 很多邻居都说家里的坪数开始越变越小 房贷都还没缴完呢 家都融掉了 那你们人类这边有什么想说的吗 嘿 我帮大家争取电力设备 还不是为了大家方便 拔掉些术也是为了铺路 为什么做好事也要被骂 而且我很少去冰川楼那边呢 你家里融化关我什么事呢 怎么就关你什么事啊 不要这么自私好不好 你看看大家现在的样子 唉 你们人类哦 活在自己的小世界可能不知道 让姐我来解释给你们听 自从你们人类毛起来发展工业 蓝星社区的年均温就一直上升 现在的平均温度已经比一百多年前上升一度C了 啊 一百多年才上升一度C 还好吧 冬天到夏天的温差都不止一度C了 大家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啊 我告诉你 冰川楼以前占地比雨林楼还大 是雨林楼的1.4倍 现在范围只剩下不到以前的六成 再这样下去 融化的冰川楼可能会让海平面升高70公分 不只是我们的家会不见 你们人类哦 以后也会住在海里啦 而且你烧的那些东西 不止热 还会让PM2.5到处乱飘 弄得到处脏兮兮的 影响所有蓝星社区居民的健康 哦 好啦 我真的不是故意把大家住的环境弄这么脏 天气这么热 我请大家喝水 这是柠檬汁吗 酸死我了 地球 这不是柠檬汁啦 我们现在喝的水就是这样 水这么酸 就是因为海水里的二氧化碳变多 导致海洋表层的海水PH质 和碳酸跟泥子浓度下降 因为大气体的二氧化碳变多 大海吸收的二氧化碳也会变多 造成海水酸化 年代也让海洋里的碳酸钙矿物的浓度降低 就会影响牡蛎 海胆 这类有可动物的造可能力 连我女朋友珊瑚小姐 也因为我们楼太热又太酸 而且气色很差 老是一脸惨白 说不要跟我一起住了啦 哈 难怪我每次经过海洋楼 都觉得好脏哦 还不都是你们害的 老是脚边温度上升跟你没关 而且垃圾都往我们这里丢 什么假脚脱 吸管一堆有的没有的 还有我们喝水都要被保护瓶卡拉风 地球 你来评评里 人类是不是很过分 对啊 地球 你来评评里啊 快啊 地球 你说说看嘛 我 我觉得不太舒服 地球 地球 人类 发什么呆 还不敢快来救地球 绝对 你不正确的 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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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